另外我们再看美国彭博社20号报道 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将多家与华为有关的 中国半导体公司列入实体清单 此举标示着美国围堵中国人工智能 和半导体技术发展的行动再次升级 彭博社20号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 继华为去年8月取得重大的技术突破 推出由中国制造的7纳米芯片驱动的MAT60手机后 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将6家与华为有关的 中国半导体公司列入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 大多数可能受到影响的公司 早前都被华盛顿贸易组织半导体行业协会的一次报告 确定为被华为收购或者为华为制造芯片的工厂 不仅如此 拜登政府还正在向荷兰 德国 韩国 日本等盟友施压 要求进一步收紧对中国获取半导体技术的限制 不过知情人士还透露 目前拜登政府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也不确定有具体的时间表 而最终可能取决于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关系 近几个月以来 中美双方都在努力改善紧张关系 美国国务务卿布林肯和财长耶伦都计划今年再次访华 白宫也在与中方讨论 今年春天两国元首通话的安排 目前拜登政府还在考虑多项对华政策的调整 包括是否延续特朗普政府时期对华高额关税 以及是否提高对中国老一代芯片的关税 上个月拜登还指示美国商务部 对中国电动汽车展开调查 并采取监管行动 以阻止低成本的中国电动汽车涌入美国市场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视能报道